大家好,我是Star Music的木吉他導師Abson 今天就想教大家彈這首周國賢之前很Hit的一首歌 就是《陽光燦爛的日子》 我就會教一個很簡單的版本 給一些未學過吉他或者剛初學吉他的朋友都可以很輕鬆地試試玩這首歌 我現在先唱一首首兩段給大家聽 踏入奇妙之旅 抱你然後安睡 祈求讓你了解 懂當年代有太多怪事情 犯人為每日奸付身活平 而你是吃虎的幹徑 明日是好冷 還是好靜 讓我緊張你無止境有日 隨年成熟了你方向美明 誰親身講個故事你傾聽 誰跟你幸福管天學生 無論是太平 或是革命 迎樂於身一天 磁平 寒心的風景 這就是唱出來的版本 接下來我會用一個手指 母指就放在後面 頂著結他 之後 第一個手指會是無名指 我們叫三手指 把這三手指放在第六條線 線是這樣數的 最右一條叫一線 最粗一條叫六線 我們就把無名指放在第六線的第三格 按一下小格的時候 儘量把手指放在第五線的第二格 在這裡有一個fret 這個我們叫格 我們按到這個fret上面 大約2mm至3mm的位置 之後 這是第一個音 第二就是把中指放在第五線的第二格 同樣 都是按到這裡 差一點就黏著fret 之後 這個比較困難 就是把尾指放在第一線的第三格 這就是一個g chord 我覺得很好聽的g chord 這個g chord按了之後 我們右手 這裡有五隻手指 母指 T手指 1手指 2手指 3手指 4手指 我們會在旁邊頂著結他 也是這樣頂著 然後母指 就負責彈第六線 然後這三個手指 1、2、3手指 分別負責 1手指負在第三線 2手指負在第二線 3手指負在第一線 3手指負在第一線 你看到了 最初的那條和最初的那三條 現在都在每一手指負責 之後就彈個g chord G chord我們就會用右邊 T 2 1、3 T 2、1、3 T 2、1、3 T 2、1、3 T2、1、3 我們會在頭兩邊走 1、2、3 4 T 2、1、3 3、4 T 2、1、3 3、4 就完成了intro 之後就會落到verse 那verse的第一個 chord 都是G chord 都是啦 T、2、1、3 然後就數3、4 T、2、1、3 3、4 之後呢 我們就會轉第一個 chord 就會轉成C chord 那由G chord轉C chord 首先選擇C chord C chord我們用無名指 按在第五線的第三格 然後呢 中指按在第四線的第二格 食指按在第二線的第一格 好了 3、2、1、3 之後跟剛剛的G chord一樣這樣彈 就右邊走 那你看到我的母子呢 這個時候由第六線 轉到第五線 那我彈的時候就會彈第五線 和第三、二、一線 那就是同樣方法 T、2、1、3 T、2、1、3 T、2、1、3、3、4 T、2、1、3、3、4 這樣 T、2、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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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練習的時候呢 盡量將右手 保持住這個方法 你可以按緊G chord也好 按緊C chord也好 甚至不按都行 因為我平時練東西有時候 練好右手先 再練左手都沒問題 T、2、1、3 T、2、1、3、3、4 T、2、1、3、3、4 好這個應該大家都沒問題 之後呢 彈完C chord 之後我們會用一個D chord 那D chord呢 普遍都比較簡單的 就會我們見到一個 好像倒轉了的三角形一樣 第一手指我們按食指 在第三線的第二格 然後呢 無名指在第二線的第三格 中指在第一線的第二格 這三個小指也是一樣的 感覺上呢 我們要按 不是感覺上 實際上 要按下去 那個fread 上少少 但是在2M的位置 那 食指呢 會被中指頂住了 所以呢 用多一點力 按上一點點都可以的 那同樣方法 但是到第三個 chord 跟剛剛一樣 G在第六線 C在第五線 D呢 我們就會用到4、3、2、1 同樣 T、2、1、3、3、4 T、2、1、3、3、4 好了 那之後就下回G chord 這個就是G chord 好了 但是呢 由於這首歌 轉chord呢 比較複雜 一次過呢 就要 T、2、1、3、3 就轉了 T、2、1、3、3、4 T、2、1、3、3、4 T、2、1、3 好了 去到這個位呢 轉chord就會比較快一點點的 我們由G chord 這個G chord 轉去這個D chord 但是中間呢 就沒有空隙的 就變了 T、2、1、3、T、2、1、3 好了 這樣彈下去呢 就比較難的 所以呢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按G chord的時候 T、2、1、3 就已經要動這三隻手指了 T、2、1、3、T、2、1、3 的時候呢 你的手指就會可以 趕得及 由這裏轉過來這邊 但是呢 雖然你們有個缺陷的 就是說 這邊的聲音就會消失了 也都沒有空隙的 這個就是前面第一句 好 試一下 之後呢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一哭一笑 好 之後呢 我們就會落E minor 相對剛剛這個 chord 就比較簡單一點的 我們就會用兩隻手指 這個是Spiderman 蜘蛛盒 他這樣噴蜘蛛絲 這個也是Rock的手勢 記得沒有一隻手指弓 這個E minor 我們就會中指 按在第五線第二格 無名指 按在第四線第二格 那其實呢 有個很搞笑的地方 就是這個chord 是不用彈到這兩條線的 但是由於我們之後 會調到show chord 所以都盡量讓大家認識 如何按這個手勢 好了 跟剛剛這樣彈 T、2、1、3 T、2、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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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放在前面 就會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我沒有按到 沒有按到 沒有影響 再來一次 之後就會下C chord C chord C chord剛剛學會了 但是呢 再之後就會有一個 我們叫做Am chord 就是這樣按的 中指 放在第四線第二格 無名指 放在第三線第二格 食指 放在第二線第一格 這個就是Am chord 之後呢 你們會發現這個手型 去到你未來學習 都常常見不到的 好 這個Am chord 彈的時候 彈5、3、2、1 都是啦 T、2、1、3 T、2、1、3 這樣 好了 彈完Am chord 我們就會彈D chord 但是呢 這個D chord 就不是彈T、2、1、3 我們就會用四隻手指 這四隻 一起 勾 同時間 勾 好了 整個來就是這樣的 我由Em開始 再一次 兩下 1&2 1&2 1&2 勾兩下 D chord 好了 來到chorus D chord 和前面基本上是一樣的 G 但是呢 我們在chorus上面 都會想有少少少變化 就不想像前面一樣 T、2、1、3 整首歌就是這樣 大家都會覺得很悶 這個時候就教大家一個 很常用 很常用 也是我們平時 勾線最常用的一種 勾線方法 就是 是 有聽過五月天 你都知道 T、1、2、1、3、1、2、1 他那首是 去到chorus T、2、2、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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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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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首歌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它就教你彈結合 我們就用這個 T、1、2、1、3、1、2、1 去演繹這段chorus 好 T、1、2、1、3、1、2、1 第一個是g chord 勾線也是 6、3、2、1 之後就會是c chord T、1、2、1、3、1、2、1 d chord T、1、2、1、3、1、2、1 之後呢 我們會由兩個chord轉得很快 由g chord 然後去d chord 然後再去em 三個chord 在g chord的時候 由於我們這裡兩拍轉一個chord 所以我們就不可能彈完T、1、2、1、3、1、2、1 我們就會選擇右手邊 我們就變成T、1、2、1 然後轉D chord T、1、2、1 好 試一下 T、1、2、1 T、1、2、1 再轉Em 彈回T、1、2、1 3、1、2、1 之後是C chord T、1、2、1 3、1、2、1 Am T、1、2、1 3、1、2、1 D chord T、1、2、1 T、1、2、1 3、1、2、1 如果你們有想起剛剛的話 其實可以彈回 1&2 又可以的 好 之後再下去了 重複一次 開始了 有人 隨年成熟了你方向美明 誰真心講個故事給你傾聽 誰跟你幸福貫天航星 無得是太平或是革命 迎樂於新一天慈情 然後去G chord G chord 這個我第二個按法 G chord 好 有些人就會覺得 T、1、2、1 3、1、2、1 再搏 這個同一次就有點悶 我就會有這樣的做法 就是 T、1、2、1 3、1、2 T、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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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2 T、1、2 T、1、2、1 我用擦一遍 我用食指 從最大一條線 擦到最高一條線 這樣就會聽到有一下 這樣聲 這個很好聽的G chord テ rationale 這裡很好聽 好 之後 整段 基本上就這麼簡單 但是 其實後面 距律的是重複的 除了去到中間的音樂盤的位置 就有些加了的chord 但因為那些chord都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來我的結他班 我再教你 之後除了勾線之外 可能有些新學的就會覺得 勾線好像很難 又要一隻手指彈 又要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這首歌 用Soul Chord都可以彈到的 簡單一點 好,這個拍子是 1&2& 1&2& 好,第一個1數一下 2的時候就把手指輕輕撥 最粗的三條線 然後再按拍子 再數一下 1&2& 1&2& 這樣就更適合的chord 好,記住剛剛勾線的時候 我看到E minor 我都偷了一下雞 但其實實際上 去到Soul Chord的時候 每一條線都要按清楚 不可以偷雞的 好嗎?